大家好,我是大雄,继续为您带来俄乌战士的最新消息 一,乌一天内遭俄纪100次空袭 第一夫人促西方继续援助 乌克兰军方报告,俄罗斯在一天时间里发动了近100次空袭 第一夫人警告,如果没有西方的军事援助 乌克兰将面临致命的威胁 乌克兰总参部,星期六在社媒发文说 敌方共发射了25枚导弹和27次空袭 从多管火箭发射系统向乌克兰军事阵地和居民区发射了59枚火箭弹 乌克兰东部地区成为袭击的目标 哈尔科夫、罗干斯克和顿捏茨克的战斗自愿激烈 报道称,袭击发生前一天 乌克兰当局称在近80天内首次拦截了巡航导弹 乌克兰赫尔松州军事管理部门负责人普罗·库丁说 俄军仅针对赫尔松州就实施了62次炮击 通过排挤炮、大炮、冰雹火箭炮、坦克、无人机和飞机 发射了300多枚炮弹 当地政府星期六说 俄军当天上午在该地区的别里斯拉夫市 用无人机投掷了一枚爆炸物 造成至少一名平民死亡 另有一名平民被弹片击伤 俄乌战争已经持续将近两年 漫长的战斗和随之而来的巨大的军事消耗 给乌克兰带来更多的压力 与此同时 乌克兰的西方盟友也逐渐的在援助问题上 显现疲惫和分歧 乌克兰近期仍在极力的争取盟国持续的支援 在美国参议院共和党人阻止外国援助推进后 乌克兰第一夫人泽连斯卡 接受英国广播公司采访时强调 乌克兰真的需要帮助 如果对当前的情况倦怠 我们就会死 他也说如果世界感到倦怠 他们就会让我们死掉 他告诉BBC 看到热情的援助意愿可能消退的迹象 我们感到非常的痛心 对我们来说 这关乎生命 因此看到这种情况我们很伤心 二 乌克兰是否应该在俄乌战争期间举行总统选举 选民们说不 2023年10月21日 乌克兰基辅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 与欧洲理事会主席查尔斯米歇尔 摩尔多瓦总统玛雅桑杜举行的联合新闻发布会上 发表讲话 泽连斯基在讲话中反对 在与俄罗斯的战争期间举行选举 党泽连斯基的总统任期 在明年三月结束时 乌克兰是否应该举行新的总统选举 乌克兰社会的回答是一个响亮的不 自2022年2月以来 乌克兰面临俄罗斯的全面的军事行动 其东部领土已被占领 这场冲突引发乌克兰的戒严令 并导致选举暂时终止 然而尽管乌克兰公众对推迟选举表达了广泛的支持 但是部分国内外的政界人士 却质疑这是否与该国的民主理想相矛盾 甚至泽连斯基政府的成员 也表示对选举投票的前景持开放态度 乌克兰外交部长德米特罗 库里巴上个月在世界政策大会上表示 我们不会关闭这一选项 乌克兰总统正在考虑并权衡其中的利弊 尽管如此 当基辅国际社会学研究所 在今年10月份进行全国民意调查时 仍有十分之八的受访者认为 总统和议会选举应推迟至战争结束后进行 同意国际共和研究所进行的一项调查 证实了公众舆论的广泛影响 只有十分之二的受访者认为 总统选举应该在战时举行 民间社会团体也支持这一观点 今年9月 100家非政府组织签署了一份 反对举行战时选举的声明 声明列举了一些挑战 包括无法确保军队和海外选民的充分参与 目前估计约有630万乌克兰难民 另外还有500万人在乌克兰国内流离失所 声明还指出 鉴于戒严令下的权力和自由受到限制 可能会出现缺乏政治竞争的情况 此外还存在其他的实际问题 俄罗斯几乎每一天都会向乌克兰城市发射无人机 并且可能会袭击投票站 根据民意调查结果 有三分之二的乌克兰守望者还认为 该国的电子投票系统可能很容易受到俄罗斯特工的黑客攻击 在上个月 乌克兰议会的所有政党都同意将选举推迟之战后 那么为什么乌克兰政府的一些成员却对此犹豫不决呢 曼彻斯特大学和伦敦国王学院专门研究媒体和政治传播的研究员 马克希姆阿柳科夫表示 其中的原因之一可能是俄罗斯方面的宣传 阿柳科夫说 不举行选举的决定表明了乌克兰的非民主性质 以及泽连斯基的总统地位缺乏合法性 一些官方媒体报道称 如果举行选举 那么泽连斯基将会失去合法性 因为反对者们将会追究他的责任 并证明他极其腐败 无法有效地管理国家 然而 俄罗斯也有强烈的动机质疑乌克兰的民主资格 这种说法可能有助于将乌克兰与其西方盟友隔离开来 乌克兰已经通过了促进透明度和法治的改革 以便有资格获得欧盟候选国地位 但是阿柳科夫表示 如果缺乏合法性 泽连斯基也会失去西方的支持 关于选举的辩论持续进行的另一个原因 可能是来自美国保守派议员的压力 尤其是鉴于美国南卡罗莱纳州参议员 林塞格里厄姆去年8月 在基辅与泽连斯基会面后便公开推动选举 格雷厄姆在会后发布的一份声明中表示 对于乌坎而言 我想不出比在战争期间举行自由公正的选举更好的象征了 选举不仅会被视为反抗俄罗斯入侵的行为 而且会被视为对民主和自由的拥抱 然而并非所有人都认为 美国共和党的动机是纯粹的 美国退役上校赛斯·科卢姆·里奇表示 这是一场政治闹剧 他现在是安全咨询公司的副总裁 共和党人长期以来一直主张削减政府支出 如果乌克汗被视为不民主的国家 那么从美国预算中削减 对该国的援助就会更加容易 科卢姆·里奇还几时称 美国总统拜登公开承诺帮助乌克兰 也使该国成为了共和党人手中有用的政治杠杆 共和党同意向乌克兰提供更多的援助 条件是通过更为严格的难民法案 并为边境安全提供更多的资金 这也是其支持者中的一个热门话题 科卢姆·里奇表示 这更多的是关于美国的移民政策 众议院的共和党人显然是在要求拜登政府 改变其在移民方面的政策 如果他们想为乌克兰争取资金的话 所以这基本上是一种被劫持的状态 科卢姆·里奇不中生 拜登本人也通过将移民问题和乌克兰的援助资金 纳入同一份法案内 而将他们结合在一起 他说 我不明白他们为什么要这样做 因为这会让共和党拥有全部的筹码 根据美国方面的经验 战时选举是可行的 在1944年二战期间 罗斯福史无前例的第四次当选美国总统 但他的国家并未被占领 泽人斯基无疑有可能赢得选举 他反对盟友的建议 拒绝在这场战争前就将乌克兰领土的任何部分 移交给俄罗斯的问题进行谈判 并且在军事行动发生时拒绝离开基辅 他的官方目标仍然是解放乌克兰的每一寸土地 而乌克兰选民在民意调查中 也以压倒性多数支持这一目标 在今年7月和8月进行的民意调查中 泽人斯基的支持率处于80%的水平上 尽管如此 泽人斯基仍然采取了反对举行选举的立场 泽人斯基在11月6日发表的视频讲话中指出 我们都很清楚 现在是战事面临着诸多的挑战 以如此轻率的方式 参与和选举相关的话题 是完全不负责任的行为 他继续说道 我们需要认识到 这是一个防御的时刻 一个战斗的时刻 国家及其人民的命运取决于此 我并不认为现在适合举行选举 第二次